鱼蛮酒握手一副自喜满满 还跟洪秀柱等国民党人士合照 武统中国学者李毅 即便被驱逐出境 过去来才见过谁都被挖出来 不过他只是中国渗透台湾的前锋部队 他是中国经济学者郭延华 提到处理两岸问题 不仅主张武统台湾 还要让台湾变成交土 说话猖狂毫不避讳 甚至传出月底 受统促党邀请来台参加研讨会 同行的还有他李素 李素预言习近平2020任满前一年 就是武统台湾最佳时机 分化杀戮消灭台湾异议分子 思想让人不寒而栗 带队团长中国海外民运人士王熙哲 强调统一结束分裂是天经地义 最后断然出手对中国最有利冲击最小 武统宣讲团预计23号到27号在台北 以统促党名义串联统派社团以智库 在台大校友会馆等地举办三场座谈会 不过这些人都已经被陆委会锁定 武统学者威胁台湾安全 政府硬起来不排除拒绝入境 不让中国有更多渗透台湾的机会 来杨老师怎么看台湾所面临现在的一个形势 很俨然就是几乎就是落实叶国新所讲的 敌人就在岛内 现在谢志伟也跟进说敌人的确就是在国内 共产党在台湾为什么敢如此的嚣张呢 来杨老师 为什么说敌人就在国内 就是因为我们国安团队 防堵危害国家安全的墙已经有漏洞 所以那个水 敌人的水就蹭透进来 国安团队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定义 什么叫做危害国家安全 危害国家安全有直接的 武力犯台 军机进到台湾来 或者如何如何 这叫武力直接的 也有明显的 比如说像间谍的活动 吸收国内的人做间谍 派人进来做间谍 这都是明显的 危害国安全安全 国家安全 这一点 目前国内居然法律还不足以应付 不要谈那个渐进式的 温和的危害国家安全 就像李毅一样的 这种人根本不能够进到台湾来 进到台湾 就是国安团队的失职 这种人络绎疑图的进到台湾 那就是国安团队的大失误 络绎疑图来往两岸这样子的人物 他早就该限制入境了 因为对台湾不友善 所谓叫不友善 是讲的非常温和的 就是以消灭中华民国为目的的 我们这些人 当然是台湾可以定地为 不受欢迎的人 当然可以限制入境嘛 所以渐进式的 危害国家安全 是我们国安团队 现在最失职的一部分 我直接用失职来讲 因为根本没有拦阻啊 第一个 以交流为名义 以交流为名义 邀请台湾人士 络绎于途去拜访中国之后 被他吸收 为中国做工作 这个难道不叫做 妨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吗 昨天我其实蛮高兴 看到一个新闻 时代力量 正式要提出反病吞法 至少他们开始有讨案 我很好奇 什么时候能够成真 可是方向是对的 我们光在这个地方 恐怕谈了一年半载不止 总算有反病吞法 什么叫反病吞法 就是先定义敌国跟敌人 台湾是有敌国 也有敌人的地方 就像西方民主国家 他们定义恐怖分子 老师我们明天早上就要审了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提这个干嘛 他们努力了一年多 我们要敌人跟敌国 这种事情 如果在这边只听到 这样子的批评的话 过去这一年我们都白做 中相对了 因为我真的是 因为我真的很无知 不知道您努力了一年多 也很高兴有这机会 让观众资到文庆党的努力 只是说我刚刚在立法院的议事里面 我查不到你所谓这个法叫什么 我用反病吞反统战都查不到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到底要修哪一条法 我承认我无知 我只是想请问 我们没有讲无知 不用用这种话来讲 一个法的推动 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这叫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从一百零三条 所以你没有要立一个反统战法 你没有要立一个综合性的法律 只要修刑法 我确认而已 刑法是基本法 刑法这个重法 它才符合比例原则 可是刚才 立完之后 限制入境 驱逐出境的有关法律 那是行政命令的 不是 那个有关不受患 就对台湾有敌意的行为 他既然这么客气 我就客气地回答你 我就好好客气地回答你 第一个 这个刑法 才是保护国家内乱外患最根本 而根本中的根本 就对敌人的定义 以在敌人的定义清楚之后 后续的反统战 反病吞怎么样 你才有个依循 好 那我请问你说 敌人没有定义清楚的时候 你定反统战法 在现在的法院 哪怕马银九 当年要移送詹请要 不是他没事 是找不到 好那按照您这个敌人的定义 统促党会不会要解散呢 你能够要统促党解散吗 我看他违反法的哪一条 不是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你的定义 有没有办法让现在武统宣讲团 在二十三号到二十七号 就要在台北举行了 你这个法定下去 你可以让这些统派团体解散吗 第一个法律 不是为了让某一些人民团体解散 这是国家安全的法律 所以你对于现存的 反法团体这个法 可没办法解 简化 第二个 如果有个武统宣讲团进来 根据他的宣讲的 或者他主张的内容 如果违反我们刑法的时候 像检察官告发 我看他就要面对 至少三年以上吧 这解散比较重还是比较重 我不晓得 这可以去试试想看看 第二个 团体去从事这样的行为 意图使我国的国家不存在 或我们领土为他人所有 有没有违反法律 我们就可以看根据行为 根据法律来检验 而不是你不要高台的那些团体 说某个法是为了让某个团体解散 他没那么大 他违法该散就散 刑法没有办法处理 这种宣导的行为 可是行政法可以处理 所谓不受欢迎的人物 对台国国家安全 见警式的 当然了 那所以了 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 反并吞法 反统战法跟刑法的修改 为什么不一样的主因在这里 老师 我当然知道刑法要加以后 我知道刑法要加以后 在现在大中国的这种法条 主力下 你定完之后 你去执行上还是会有问题 那就是一个定义嘛 ABC里头的一个part 那个定义把它弄清楚之后 从它衍生出来的特别法 或者从这根本的基本的刑法的执行 它才会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处理 不用太多的一个情绪性的对峙 但是大家要在乎的是 民众的感受是什么 在过去新台湾家 有至少两年的时间 苦口婆心告诉执政党 68席的立委 反病毒法 反间谍法 包括这种民主防卫的机制 是不是赶快去设立 那现在为什么 所有的公权力 变成蔡英文总统 其实你要去面对 你的国安团队 是不是国家认同有问题 有人认为遭到分化 遭到渗透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还继续维持现状 已经没有办法去因应 共产党就在台湾的事实 感谢观看